大家好,欢迎同学们来到大鹏教育吉他弹唱基础入门课 我是今天的也是这一期课程的讲师小柯老师 欢迎大家 那在上课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简短的测试 测试一下我们直播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可以听到老师说话 然后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屏幕上的课件 以及听到老师的情声的话 给老师在弹幕里面抠一下小柯,打出老师的名字来 快快快,同学们 OK,同学们都扣完了,那证明我们没有问题 好了,正式开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吧 那第一个还是我们的老规矩 老规矩什么呢? 复习上一节课的内容 温故而知心 才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之前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巩固 好吧 第一个巩固,音名唱名 要学会唱出简谱 那第二个呢 我们复习吉他谱 也就是我们六线谱的任谱学习 第三个复习我们弹奏读奏曲 小星星 好吧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 快速的把上节课内容过一遍 好了,第一个同学们 老师需要大家去掌握的这一个唱名 音名和简谱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同学们一定要去再多加的熟悉 在这里再讲一遍 他们对应的关系是什么呢? 音名C他就代表刀 简谱上的一也代表刀 那我们平时看到这两个看到C和一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念刀 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刀 只不过他有不同的写法 老师张姐哥讲过 就是你的咱们的妈妈呢 叫咱们的名字都叫小名 比如说我叫张三 那可能咱们母亲就会叫你叫三 对不对 那三就是真正的经常叫你的这个名字就叫刀 懂了吧 那有可能你的中国名字就叫张三 那你的外语名字可能叫三之类的 但是最终最终的这个要回到我们的刀上面来 懂了吧 看到C看到一都知道是刀 看到D看到二都要知道是right 依此类推啊 依此类推啊 依此类推这是上节课讲过的内容 我们就举两个例子复习一下就OK 好了那第二个还是要考大家啊 这是需要大家去做的练习题 上节课讲过的六线谱的认谱 这些课认谱啊 新进来的同学你们好 赶紧快速的进入到我们课程的节奏中 好吧 不要落下了内容 好了老师现在圈你们来答 这是几弦几品 好吧 来同学们快速回答 老师红圈圈到的范围是几弦几品 这个练习一定要经常去练 别怕答错同学们别怕答错 五线三品五线三品啊 多多多多多同学答错了啊 五线三品不是三线二品 五线三品 五线三品 好了那第二个 第二个第二个 现在红圈圈出来的位置 同学们 之前这个零 这个符号老师讲过一个专业名词 叫什么啊 叫空闲 空闲 不叫空品 叫空闲 二闲空闲 不能叫他零品或者没有品 或者怎么样啊 要叫他空闲音 好吧 对二闲空闲 蓝悠悠同学答的是对的啊 好了那下一个 这里 来同学们念起来 几闲几品几闲几品 大家一定要快速的进入到老师的这个 节奏中 对对非常棒非常棒同学们很好啊 三闲八品很快 好了这里 需要我们怎么处理 两个位置同时出现数字 而且数项是一个能够对齐的状态 这里 是 什么 需要我们怎么做 啊 同时按住 对同时按住同时弹 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同时按住五闲三品和二闲一品 并且右手一起弹 专专业名词也可以叫他叫双音啊 因为他是两个音一起弹 一起按一起弹 对 同学们概念 其实 老师能感觉到他概念都是懂的 但是表达的时候呢 还是不够专业 但是我们 学了吉他一定要就要学专业了 好不好 好那这个内容也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 哎 小欣欣的弹奏 之前老师也讲过上节课的内容啊 我们要学会偷懒 对不对 把两行小欣欣 两行的内容呢 拆成了一行 其实都多余的都是重复的 那我们只来谈这一行 好了 那镜头给到老师 哈喽 可以看到老师吧 嗯 老师把自己调小一点 放在这儿 好带大家一起弹 好吧 准备好五弦三平准备好啊 弹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唱 一定要把他的这个唱名给他唱出来 老师先给举个例子 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都都 碰到这个休止符 空对吧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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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标准的作业示范呢 也在这个 给大家讲过 也给大家讲过 上节课的录像里面讲过啊 好了 那老师先消失一下 我们进入到本节内容 本节内容 需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 第一个 和弦普任普 很重要啊很重要 这涉及到了大家之后 拿到这个 拿到一个新的谱子 比如说上完老师的十七课了 十节课了 然后拿到一个新的谱子 能不能看懂和弦 能不能看到和弦的这个谱子 就能把和弦按出来 很重要啊 第一点第二个呢 看完和弦谱之后 我们来学习三个新的和弦 C和弦 F和弦和G和弦 第三个我们来认识拍号 拍号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四三拍和四四拍 等会具体会给大家讲 那第四个呢 同样要教给大家非常非常实用的 生日快乐的歌了 哎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实用 老师 嗯就是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啊 呃老师 小柯老师的老师给了呃 教教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说哎你要去练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很好用 我当时想的哎这是什么呀 生日快乐歌有什么可练的 结果到后面的时候 真的你可以 就是小柯老师自己去 在朋友的生日宴会上面 弹着吉他去给朋友亲自唱一首歌的时候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而且你的朋友也会非常的感动啊 所以说生日快乐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曲目 大家一定要学会啊 好吧 本节内容讲完之后 我们一个一个来攻破他 第一个认识和弦谱 好了 那这里先看老师的提示 啊最左边是六弦 最右边是一弦 最左边是六弦最右边是一弦 这个是我们看和弦谱的方法啊 这跟我们六弦谱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好了 那同样 老师给大家把和弦 把这个和弦 他分别在几弦都给他标出来了 对不对 在这里看到了吧 好 那左边呢 品位是怎么去看呢 品位老师也给大家进行了标注 一品二品三品这三个品位 然后分别用哪个手指去按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提示 这里二弦一品用十指 四弦二品用中指 五弦三品用无名指 来同学们现在拿起手中的吉他 拿起手中吉他 我们先来按一按C和弦 主要是对照的和弦谱去按 对照的和弦谱去按 好吧 那我们先来看 C和弦呢 按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手型呢 老师给大家专门 做了手部特写的这个图片啊 同学们去看一下 C和弦按出来是这样的 C和弦按出来是这样的 不是究竟选择手指 老师上节课讲过的 哪个手指一般负责哪个品啊 那这里其实和弦谱里面 老师都给大家标清楚了 哪个手指按哪一个位置 按照老师写的去按就行了 好吧 C和弦在这里 同样同学们看和弦谱的时候 也可以将这个标注 老师现在红圈圈的位置 其实都是给大家的标注啊 在真正的这个吉他谱的和弦谱上 是没有这些标注的 那没有标注的同学们可以一开始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 不太熟练的情况下呢 我可以把这些标注自己去写上去 写上去了之后 我们再看就快一些 那我们去对照一下 看老师这写的对不对 对吧 那这一个黑点就表示 就跟我们之前六线谱上面是一样的 啊 六线谱上是一样的 那他写在哪个弦哪个品上 就是按住那 然后并且弹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他往下对照的 对下来是二弦 那往左对就是一品就是二弦一品 那同样这个去这个点呢 啊 代表的是我们终止按按哪里 对下来是四弦 对左边是二品就是四弦二品 同样同理可知 这里五弦三品 对不对 那这个很容易可以去看得懂 因为老师给大家把 X轴跟Y轴已经标出来了 大家去对照着看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手部细节图 同学们记得啊 按的时候你看老师的这张照片里面 手是非常非常垂直于纸板的 左手按的时候手指是非常垂直于纸板的 没有出现折纸的情况 同学们也要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 好吧 嗯 嗯 行 那已经完成的同学 可以跟老师做到一样的同学 给老师在弹幕里抠一下完成 好不好 完成了吗 同学们都完成了吗 这个其实不难啊 只不过看着我们的这个和弦谱 然后再对照老师的这个手部特写去 看就行了 啊 又去做就行了 然后同学们可以结个图 啊 结张图 这个是C和弦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标注 朋友们要结下来 我给大家五秒时间啊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了 那C和弦结完之后 把这张图也保存下来 这是一个老师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标准示范啊 也可以按照这个去 做 无名指不行按不住 那你按的时候呢 先按无名指 先把无名指到位了之后 再按中指和实指就可以OK了 嗯 老师等其他到了之后再来看回放 先跟着老师直播课走 老师直直播的课程中会给大家这个互动感会更强一些啊 你先来跟着老师直播课走一遍 后面不懂了再看回放 好不好 OK 那C和弦大家都这个结完图了啊 下去了以后就按照老师的这个感觉去 感觉讲的这个方法去练习就行了 好吧 好了 那同样第二个和弦第二个和弦叫什么 F major7和弦 这个和弦我们 我们就别记那么多了 就把它记成F就行了 啊就把它记成F就行了 底下的这些费劲的东西大家就别记了 好吧 那同样这里也给大家进行了标注啊 不会的时候就跟老师一样咱们用笨办法去做啊 其实也是一个说明深巧的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 只要你看习惯了你就会看得非常快 好了 那一样这里的黑点往下对二弦一品实指 对不对 三弦的二品用中指 四弦的三品用我们的无名指去按 好了 这两张图放在这儿同学们看一下啊 F和弦先看 然后 C和弦 有什么区别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和弦长得像吗 C和弦 F和弦 或者两个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两个有什么这个相似之处 有吗 同学们还是没有看出来啊 不着急老师来给大家演示 同学们注意啊 这里 F和弦我们在按住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手指 这样一个指位 也就是老师图中的 这里 F和弦 那其实C和弦跟F和弦是非常的相近的两个和弦 哪里相近呢 只不过将无名指跟中指 同学们看到这张图啊 无名指跟中指 无名指向上挪一根弦按到这儿去 中指向上挪一根弦按到这儿去 看到图中的细节了吧 按到这里就完成了C和弦 就完成了C和弦 只不过将无名指跟中指再讲一遍啊 C和弦按住之后 将无名指跟中指同时向上挪一根琴弦 十指不动 这样你就可以按出来一个完美的C和弦啊 那同样C和弦变到F和弦的时候一样 无名指跟中指都往下往下面挪一根琴弦 就可以很快的变换 它俩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非常相近的 对吧 那这里同学们也去截图啊 F和弦的按法 他的和弦谱是这样 5 4 3 2 1 好过那再截这张 这张图截下来了之后呢 大家就去按照和弦谱的和手势的对照去练习 好吧方便大家去练习 那第三个和弦就到我们的G和弦 G和弦发现了没 他跟别的和弦长得不太一样 而且呢有什么特点 这里 啊这里 他三平的位置上同时有两个手指需要去按 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分配吗 怎么分配 别着急我们先来看啊 这里老师给大家写清楚了 六弦的三平位置我们用无名指去按 五弦二平的位置也就是这里五弦二平的位置我们用中指去按 那一弦三平的位置用小拇指去按 按出来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是一个这样的形态 老师分别从正向和从上到下的一个俯视和正式两个角度去录制了这个啊去拍摄了这个FG和弦的这个标准按法 同学们去都将他记下来啊都记下来 因为很多视角上会出现错觉 啊 视角上会出现错觉 同学们圆角吉他跟曲角吉他有什么区别 我们把这三个和弦讲完老师给你解答好不好 好了 G和弦同样G和弦跟C和弦也有相似之处怎么去找啊怎么去找我们先把C和弦按住按住了之后呢将无名指跟中指同时向上挪一根琴弦 好了 食指松开小拇指按到一弦三平 这就是一个很快的和弦变化从C和弦通过一个简短的挪动挪成了G和弦啊G和弦 看到了吗老师在图中给大家画出C和弦是怎么按大家就很清楚了啊老师红点点的那是我们的C和弦 看到了吧那将中指往上挪一个五名指往上挪一根琴弦哎这两个位置就按住了然后食指不要小拇指按在一弦三平就换成了这个啊就换成了这个G和弦了 同学说最喜欢扫弦啊扫弦我们也会讲的同学们先把这张图记下来啊给他截图下来截图了之后方便大家后面去练习 那因为像这么大的这这么放大版的和弦谱很少见得到啊对吧 大家经常去看到这个生活中的吉他谱上面的这个和弦都很小了给大家专门放大了啊这里截完我们同样去将G和弦的正确指法进行一个截图 OK 好了那这里老师先回答一下大家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圆角吉他跟缺角吉他有什么区别首先很好区分对不对这里如果是圆形的就是吉他两边是完全对称的啊他就是圆角吉他那这里缺一个角他就叫缺角吉他了有什么区别缺角吉他更方便手指按到这个位置 啊各方面手指按到这个位置老师给大家弹奏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啊可以看得到如果是圆角吉他的话我们的手就被砍在这儿了我们再往上伸就伸不上去了那所以说缺角吉他的优势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更高品位可以弹到啊那我们再往上伸就伸不上去了 所以说缺角吉他可能就费劲一些懂了吧嗯OK那第二个大块同学们重点我们不光要学会这三个和弦怎么去按不光学会怎么去按他而且要在他们之间来回熟练的进行转换才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弹唱的时候啊和弦是有经常进行变化的不是说一个和弦我就可以弹完一整首歌 那这样的歌曲其实很少就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的两只老虎啊那首歌其实就是只用了一个C和弦就弹出来了对不对那这种歌其实很少而且很简单我们想去弹更复杂或者说更好听的歌曲啊更这个更能表达我们自己心情的歌曲呢我们就需要去转换和弦对吧那来我们先看一条一条看C转G转回C根据老师刚才讲过的我们来推一下 C和弦同学们先按到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第一节课教两只老虎的那个指法好了五五名指五弦三品中指四弦二品十指二弦一品啊十指二弦一品去按到他了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的C和弦变成G和弦五名指中指同时往上挪一根琴弦 十指松开小拇指按下去小拇指按到一弦三品这个集合弦就完成了啊有同学还问到说老师买吉他有规定的尺寸吗有的啊有的那男生呢就是这个咱们就不说男女生了咱们分这个个头偏大的同学和个头偏小的同学好吧个头偏大的同学呢老师建议你去买40到41寸的吉他啊 42寸太大了40到41寸那女生呢403938这个寸数比较好啊对大概是这样懂了吧记住这个数字好了刚才我们讲了C和弦啊转到G和弦就是五名指跟中指同时往上挪一根琴弦十指松开小拇指按到一弦三品的位置按下去了这就变成了一个G和弦啊然后从G和弦 变回C和弦同样的一个路径我们把它反着走就OK啊五名指跟中指往下挪一根琴弦小指松开十指按到二弦一品C和弦 G和弦啊你们去换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换的时候先换自己最熟练最确定的位置比如说C和弦按到这里了对不对那我们去换的时候这两个手指 无名指跟中指我们知道要同时往上挪一根琴弦而且很好找那我们就先挪它十指松开小拇指它是一个虽然说和弦转换的时候快但是它也是有一个细微的一个细节在里面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看C转G的时候老师手动的再快也是也是先找这两个再找小拇指懂了吧这就是C和弦跟G和弦的这个 C和弦跟G和弦的这个相互转换 好了那C和弦G和弦搞定了也就是一二条我们解决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三四条C和F和弦的 C和弦和F和弦的相互转换 同理我们还是先按住C和弦 其实C跟F长得最像了是刚才讲和弦的时候讲过对吧 C和弦先给它按住无名指跟中指同时往下挪一根琴弦立马变F 很快 F 然后F和弦换回C和弦的时候无名指跟中指同时往上挪一根琴弦不换平 C和弦在F和弦转换就可以学到这个 其实F和弦这个F和弦同学们肯定会听过一首歌经常用到它 当我坐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大概这样 这首歌同学们都听过对不对 这个F和弦就经常被用到这首歌里面 很有特色 好了那三四条我们搞定了 五 这里老师打错了 这里是六 不好意思 这里是第五条和第六条呢需要同学们也同样去完成 同样去完成 六两条呢是G和弦跟F和弦的相互转换 好了同样我们也去找规律也去找规律无名指跟中指啊 G和弦换到F和弦无名指跟中指同时往下挪两根琴弦 这个F和弦 对不对 那转到G和弦的时候一样啊 你只要记住了这个位置 直接去找它就行了 无名指中指同时往上挪两根琴弦 十指松开 小指按到一弦三平 G和弦就出来了 RG和弦就出来了 同学们去记和弦的时候啊 老师推荐大家去记什么 不要记这么死板的东西 就是这个老师给大家看啊 这个哪个手指按到几弦几品啊 哪个手指按到哪个位置 同样不要去记记什么记手型 你只要记住C和弦是这么这个手型去按 那你很容易就可以记住C和弦啊 记住他的手型 记住这个位置就行了 不用记住他是几弦几品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同学们啊 不用去记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只是我们一开始找不到的时候 老师给大家讲的辅助 F和弦就记这个就记这个指指行 记住他的样貌自己直接去按就好 啊 同理G和弦一样 看到了这个指法 我们直接去按到他就行了 好吧 也是熟能生巧 同学们要将这张图里面的这个练习呢 多进行转换CGFCGF 将他们三个翻来覆去的换 换到什么程度呢 换到老师这个程度 就比如说自己随便说C F G C F 看错 C G F 换到这个速度 那你 说完立马就可以一把到位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到达了熟练的程度 好吧 这张图同学们同样接下来 同样接下来 需要我们去练习的 和弦转换 有同学说 我的手指一按没有声音了 老师 那是因为呢 你的手指 左手按弦的时候 没有按精准 没有按精准 上节课老师讲过偷懒小技巧啊 也可以同样去看回放 偷懒小技巧 今天刚好有细节图给大家再讲一下吧 给大家放一个福利 我们 以这个 C和弦 按和弦的时候 同学们去看老师的这个手指啊 手指按的时候 老师没有按在这个 品的正中间 没有按到品的正中间 这是正中间对不对 老师没有按到这儿 而是偏这边一些 而是偏这边一些 那同学们去按的时候也是偏这边一些去按 懂吗 比如说这里是这里是一个品格 对不对 这里是一个品格 我们按的时候呢 按在这里 按在这个 换一换一个颜色啊 按到这个位置 黄圈圈的这个位置 按到这儿 将它一分为二 按在靠这边 啊有同学说 按和弦是按照手感来的 不 你对于这个描述不是特别准确 是按照手指的记忆来的 嗯 对按照手指的记忆来的 不看琴弦 到后面的时候 老师都不看琴弦啊 老师按C和弦 F和弦 G和弦的时候 就不会再去想哪根手指按哪个位置 上来就可以按到 好吧 这张图同学们截完了 我们下一个内容 好啊 有几句话送给同学们啊 也可以去记一下 CFG和弦切换的难度较大 尤其是我们G和弦在学习初期的时候 要认真练习 因为他用到了我们的小拇指 小拇指是我们左手的一个弱项 对不对 他又细 而且经常用不到 所以说同学们要经常去练习 将G和弦得拿下 啊单独只练一个和弦呢 是徒劳 一定要掌握切换和弦的方法啊 练习次数多了以后呢 手指就会养成一种肢体的记忆 那时候你就可以不过脑子 就可以按出来了 啊这个同学们就跟老师刚才说的是一样 大家要理解 好吧 记得是指法啊 不要死记 因为它是在几千几品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拍号 拍号这个东西呢 同学们一开始看的时候 有点纳闷 哎老师我到底什么是拍号 我知道了拍号 我可以用来干嘛呢 对不对 那老师给大家举一下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拍号会影响整首歌的情绪以及节奏 那首先我们先看拍号在哪里会出现 我们在吉他谱的这个位置啊 在吉他谱的这个位置 而圈红圈的位置 他会写一个四分之四 对不对 那同样吉他六线谱的这里呢 也会写四分之四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四分之四 我们先看分啊 先看分母再看分子 四分之四就叫四三拍 那同样这里老师写到了啊 看这里 哪个是分母哪个是分子 四是分母啊 三是分子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四三拍 这个同学们可以听懂吗 这里千万别记错啊 同学看到看到这千万别说三四拍 这是四三拍 四三拍 四三拍的含义呢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那这叫什么 什么意思啊 老师给大家打一打这个节拍 大家就明白了 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为三拍呢 就是一个四分音符就是大 这一下 那如果三 每小节有三拍就像大大大大大大大 他有点像圆舞曲的那种感觉 就是跳这种tango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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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种感觉 那他四三拍听起来就是非常欢快的啊 非常欢快的 我们结合到吉他上 一听非常欢快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四三拍的一个特点 那同样我们来看四四拍 四四拍的含义呢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这个同样系统回到老师 一二三四 这个同学们一定会就是见过 在哪里见过四四拍 就是我们的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怎么做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四二三四 这个其实就是四四拍 那我们到吉他上来体现呢 四四拍可能要稍微规矩一些 那四四拍出现在哪里 大家大部分听过的流行歌曲 都是四四拍 都是四四拍 比如说我们去拍着唱 一二三四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的爱上你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一二三四 他都是这样的四四拍 有同学说弹四下 是拍四下手 是四个拍子 不是弹四下 四四拍也可以弹八下呀 弹八下 弹八下 同学们依然可以听到 这也是四四拍 那他是一二三四 对不对 他在一拍里面 一二三四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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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不过把一拍给拆成两个了 这个后面老师会给大家讲这叫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区别 啊 同学们在这里不要搞错 不是弹四下 就是四四拍 是每小节有四拍 啊 每小节有四拍 一二三四 就是我们广播操的这种感觉 啊 讲到这里 同学们可以理解了吗 四四拍跟四三拍可以理解了吧 他有很明显的区别 对不对 听到的同学 可以老师在弹幕里面抠下一 好不好 看四三拍 好 有同学扣二 有同学扣二还是不太懂 没事 老师再带着你走一遍啊 怎么走 我们打一下这个节拍 强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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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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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个派号的认识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大家能区分四三派跟四四派的区别就行了 好吧 那讲完之后要测试同学们了 老师现在来弹一个这个音啊 弹一下吉他同学们来 判断老师弹的是四三派还是四四派 好吧 老师重复了弹了这么多遍 那现在老师弹的是四四几拍 同学们大胆回答 对是四四三拍 同学们打得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 那同样我们来回到这个 同样 同样我们来 为什么是四三 因为老师一个小节里面就弹了三个音啊 你接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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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一个强弱弱的关系 同学仔细听啊 他有一个强弱弱强弱弱 这样一个感觉 那同样四四拍老师来给大家谈一下 四四拍啊 因为除了四三拍就是四四拍了 四四拍就不展示了 OK 过 再谈一个考大家答案就剩一个了 很容易答了啊 好了 最后一个内容 我们来弹唱 我们来弹唱 生日快乐歌 弹唱 生日快乐歌 有同学弹幕里面问到四分音符是啥呀 老师后面会讲到啊 不着急 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去学 不能一口气 就想 呃就是 没有打好基础呢 就想做高阶的东西啊 现在还不能讲 因为讲多了 同学们就会跟四四拍四三拍就给搞混了 好吧 好了 弹唱 生日快乐歌 我们先来看 同学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种谱子 这种谱子怎么去这个分辨呢 啊 很多的时候就 不是这种标准的六线谱的这种吉他谱 会有这种谱子出现 那这种谱子出现的时候 同学们看到这上面的红字啊 字头上面有和弦的时候 以后我们就进行弹奏 进行弹奏和换和弦 啊 字头上面有和弦 就是老师圈起来这些横框 比如说 祝你生日快乐 对不对 那在这两个位置 我们要进行换和弦 啊 也要进行弹奏 好了 那我们的执法呢 在上面也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在按C和弦的时候 我们同时按 同时播响 五三二一弦 按G和弦的时候呢 同时 播响 六三二一弦 F和弦的时候呢 同时播响 四三二一弦 注意是一起弹波啊 不是五三二一这样一次弹 是五三二一 四根琴弦一起弹 好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按C和弦 跟老师一起做一下 C和弦按好 然后右手 五三二一 就把它像抓起来一样的啊 像抓起来啊 就像握了一下拳头 每个手指放到 大拇指放到五弦上 十指中指 无名指 就位 然后捏一下 轻轻的捏 OK 祝你生日 然后换到G和弦的时候呢 G和弦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 在这里啊 同学们要记 G和弦的时候 同时弹 六三二一 四根琴弦 那这首歌里面 其实也就这三根和弦 对不对 大家记到这个 绿色的字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完成弹唱了 G和弦 我们同时拨响 六三二一 四根琴弦 一样 都是捏 其实在弹这首 生日快乐歌的时候 十指中指 无名指 他们的工作 一直都是去弹 各自负责的琴弦 而且都是一起弹 难度不大 只不过大拇指 去换了这个琴弦 有的时候弹 五三二一 一次根弦 有的时候弹 四三二一 有的时候是 六三二一 好了 那到F和弦的时候出现 我们需要将 四三二一 一起弹波 这个是一对应的关系啊 看到C和弦 就同时弹 五三二一 G和弦 弹六三二一 F和弦 弹四三二一 这是一对应的 那你C和弦的时候 你想弹六三二一 当然是不行的啊 这是有规律的 按照老师讲的 再去走 同学们千万别弹错 好了 那我们一个一个小节来去 这个学习啊 跟老师一起走 哎 老师先把自己放小一点 我们一点一点学啊 老师先放到右半边去 我们先看左半边内容 好 左半边 这边是左 左半边的内容啊 祝你生日快乐 声字的时候 和弦出现 我们按下和弦 右手弹波 祝你生日快乐 换到G和弦 左手换完 右手弹 六三二一 快乐 注意 老师这里是一个错误示范啊 祝你生日快乐 字的时候我们再弹 乐 对不对 乐 祝你生日 啊 有同学经常会犯这个错误 就是将 这个C和弦弹到了柱子上面 他会祝你生日快乐 啊 这样去就不这样去听就是错的 而且是不和谐的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啊 那同学们注意看啊 注意看什么呢 这里 其实第一行 老师 小不了啊 在这 自己先消失 放大消失 第一行跟第二行 两个 第一段跟第二段 两句话 其实用的就是两个和弦 C换G G再换回C 那中间这里 快乐 对不对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祝你生日 这里G我们就按住 保持住 到这就行了 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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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清楚的 其他的时候我们不弹 好了 回到手上 我们来看 回到老师的镜头上 那 祝你生日 花生日快乐 快六三二一 我可以说只有红色的标记弹 对 只有红色的标记的时候 按住 左手按住C和弦 右手弹 五三二一 然后跟生字去对应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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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字的时候呢 G和弦 左手按住 右手弹 六三二一 一起弹 然后唱乐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换回C 快乐 第一行 来跟老师一起做 一起来一遍 C和弦 按好了之后 我们来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了 那第二行呢 难度要大一些 因为第二行里面出现了 C F G 三个和弦都出现了 这就是让同学们练习和弦转换的意义所在 要在他们之间来回自如的进行变换 那祝你生日快乐 乐字的时候 他就要对应F了 那按住F和弦的时候 右手要弹四三二一 琴弦 对不对 祝你生日快乐 来 进行回到老师 老师带大家走一遍啊 祝你生日快乐 乐字的时候 F和弦 右手弹四三二一 唱乐 乐 祝你生日 G和弦六三二一 生日快 C和弦 右手五三二一 乐 好吧 那老师现在呢 带着大家提示给大家走一遍 好吧 到哪个和弦 然后弹哪些琴弦 左手怎么按 右手弹哪些 老师给大家提示 先带大家完整的走一遍 祝你生日快 C和弦先准备啊 要跟身子对上 右手五三二一弦 祝你生日快 左手C和弦 左手C和弦右手五三二一 然后到第三句 祝你啊 这个C和弦同样延续过来 这里的C和弦同样延续过来 祝你生日快 左手C和弦 左手C和弦右手四三二一 祝你 左手G和弦右手六三二一 生日快 左手C和弦右手五三二一 这个就完成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版本 那同学们要不要 不要去把它想的太简单 其实这样去弹呢 弹唱弹唱重要的 其实在唱上面 老师给大家演一两个版本 同学们去看一看 是不是通过老师不同方式的演唱 这首歌的情绪完全就变了 手上不做任何改变啊 祝你生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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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欢快对不对 我们把速度放慢下来 祝你生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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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就可以了 好吧 那这张图同学们同样截下来 截下来 然后回去作为一个练习的标准 作为一个练习的标准 截好图的同学给老师抠一下1 抠一下1 老师啥时候更新小视频 想听老师上个等会儿 等会儿咱们上完课了以后再聊这些话 好了都截完图了 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的课程因为时间短 然后期数可能也会比较短 17课10节课 然后1节课可能就一个小时 老师给大家讲的其实是方法 当然不是说让同学们立马 就是看完老师的C课先讲解了以后 你上来就能按到 肯定是按不到的 这个就需要同学们去练 练完了之后再看回放 那只不过现在我们视频里面 学到这个如何去找到他的方法就可以了 好吧 那一个小时之内肯定是 这个肯定是不能瞬间搞定的 同学们不要有心理负担 说我怎么练了这么久 老师讲完课了 我这节课还是没有学会 不用担心 多去练一练 然后多看两边回放就OK 有提升课没老师 后期会有这个提升课 后期会有然后具体的到时候去联系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去问 先跟老师把这个基础课给他打打好了 现在已经有的这期课程先给他上好了 后面我们上这个提升的课程的时候 基础更扎实 岂不是更好对不对 好了 那完事了 我们来看一看 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们弹唱的注意事项 这几条同学们 这都是大干货 一定要截屏并且记下来的 第一个 明确伴奏和演唱若寂若离的概念 为什么叫若寂若离 为什么叫若寂若离呢 就是为什么有若寂若离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弹要跟唱结合在一起 这才叫弹唱 但是呢 我们去练的时候 要将它分开练 然后再进行一个重叠 对吧 练的时候我们要离 分离开练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弹生日快乐歌的时候 大概这样 我们练完了之后 嘴巴再去唱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结合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就是若寂若离 从离到和的一个过程 懂了吧 这个概念大家要有 练的时候要分开练 那唱的时候要一起唱 一起唱 好了 那第二条 先练习伴奏的弹 熟练之后再加入唱 这个是一样的 刚才跟老师讲的内容一样 对不对 第三条 弹是肌肉记忆 唱是情感抒发 这里需要给大家讲 同样一首歌 老师刚才讲了 对不对 那我们 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演唱方式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就比较深情 那我们速度放快 然后自己唱的也变快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大概这样 那你的这个唱呢 情感抒发就表达出来了 其实弹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这里给大家演示快慢不同 演唱方式不同 歌曲色彩不同 那这里要求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进行唱的步骤 老师刚才演示的两个版本 你们更喜欢 就是来 现在追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看同学们更喜欢 就是抒情一些 去唱生日快乐歌呢 还是欢快一些去唱 同学们在弹幕里面抠一下 更喜欢哪一个 更喜欢哪一个这个风格 F和弦 注意同学 你讲的是 F和弦的执法的一截图 不是F调的执法的一截图 小白兔同学 回头看回放截图 好吧 这里就不耽误我们课程的这个进度 都喜欢欢快的是吧 那欢快的 我们就可以把速度放快一些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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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老师教完中文版那肯定我们唱生日快乐歌都要唱英文版对不对 那英文版的时候一样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是生日快乐的生这个字对不对 YOU就是YOU就是我们把它当做这个乐字 当做这个乐字 去对应就OK了 好吧 同学们中文版学会了之后相信大家英文版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对自己有信心吗 有信心的同学打一波我有信心 让老师看看 啊 有信心的同学可以在弹幕里面抠下 我有信心 我可以搞得定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搞定搞定他就是 中文跟英文去对着走 就行了 有没有信心的同学啊 一看就是回去得好好练琴啊 不能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们 对吧 音乐的学习 一个是要快乐 二是要自信啊 你看哪个歌手上台之就去上上台了之后或者说弹琴的时候他不自信 他们都是这种很外放的感觉 自己行不行先要对自己有自信 好不好 答应老师一定要有自信 好了 弹唱的注意事项 我们结束了之后 就是本堂课的课堂小节 学会了什么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学会了三个和弦 三个和弦 刚才出现了 有同学说我这个截图没截到啊 老师 回头都能看回放 不着急啊 第一个学会了三个和弦 第二个我们讲了拍号 四三拍 找到一个强弱弱强弱弱弱弱 圆舞曲的感觉 那四四拍找到一个 明确他是一个 什么感觉呢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广播操的感觉 对不对 好了 那第三个我们学会了和弦府的任谱 以及生日快乐歌的弹唱 好了 同样本节课是有作业的 是布置作业的时候 要把老师自己的脸露出来 回来了之后再去看 因为这样你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到自己弹琴 中间有什么问题呢 很容易可以去发现 好吧 答应老师一定要录啊 一定要录 录制下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本堂课的卓业部分 卓业部分 其实这个生日快乐歌的难度不大 同样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上面很多人说 上台都是分平浪静 内心慌得很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自如的 同样也要做到这种自如的这个状态 其实紧张 源于什么 源于还是不会 还是不熟 真正你熟悉了之后 在哪儿谈都无所谓的 好了 那就感谢大家观看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了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 然后最后老师再给大家讲述一遍 如何去这个 如何查看我们的 如何查看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回放 课程回放 在这里先登录自己的账号 好吧 在这里先登录自己的账号 登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登登录了账号了之后 找到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在这里选择我们的吉他弹上基础入门课 然后在这里我们的这个 素材 点击素材下载看到了吧 这里有一个下载 然后百度云的链接把这个密码复制下来 密码复制下来点到这个链接里面 然后把这个密码一粘贴 提取文件 你们就可以看到老师给大家录制的这节课的标准作业示范了 好吧 那这个是其一其二呢 就是之前的两节课的回放在哪里看 在这里 点击直播回放就OK了 好吧 这一点get到同学继续打get到 朋友们明白了吗 怎么去看回放怎么去做这些 大家都知道了吧 老师你那个交唱歌视频的大朋友还更新吗 后面会更新别着急啊 如果不更新的话老师 在第五节课的时候吧 公布一下老师的抖音号 你们也可以去看老师的那个抖音的这个账号里面去 学习啊 好不好 你们想要老师的抖音账号吗 想要同学抠一下 看看 想要是吧 现在告诉你们第五节课 容易容易 老师卖个关子 第五节课 同学们要好好练琴 答应老师好练琴 第五节课准时公布 之后的课程不许知道 好吧 今天就到这 老师关一下直播 然后再过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大家刷新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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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